首先说一下我的感觉 我不太看好你们两个 这个话主要是对我们的陈律师说的 我想告诉你的真相 就是两点 第一 如果他真的在外面有什么 那么我们只能说 他在现场的表现太狡猾 你斗不过他的 其实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如果说没有 你们是不是能过下去 我认为也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今天在现场 吴先生对你的态度 我只看到两个字 冷漠 所以有还是没有 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而更多的是希望 陈女士 你能看到眼前的现状 第二点 你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 我认为是你们两个共谋的结果 陈女士 这么多年 你对她的纵容 难道不是 她不断地去踩踏你边界的一个原因吗 你都再三地跟她说了 我们家的车不允许你去接送这个女人 她最后还能为这个事情跟你打架 我想问尊重在哪里 善待在哪里 爱护在哪里 感情在哪里 吴先生在 女儿的面前打你 当着孩子的面打你 真正刺痛我的 恰恰是刚刚 陈女士的这句话 吴先生 当着女儿面前打妈妈 在一个小姑娘的心灵里 她会认为 本身 我应该生命中最相亲相爱的两个人 他们两个在自相残杀 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本该最尊重的这个男人 却这么的暴力 这么的面目猙獰 这会直接给小姑娘的影响是什么 她还会对别的男人有安全感吗 当她以后要面对婚恋的时候 她看着男人她可能都觉得怕 因为我爸爸就是这样的 我关心 你的孩子 可能在你们两个这么多年的缠斗中 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会对他未来的人生 会有怎样的影响 孩子真的是无辜的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 仅供二位参考